新闻 哇 哇 哇 第三位呢 是建筑系的学生 陈威廷同学 还有一位是台北市议员 简医院 简医员 以及公民全省联盟的发言人 王熙先生 欢迎各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我们首先先问一下黄老师 你跟肖先生见面了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一个非正式管道的对话 双方有经过授权吗 还是只是私下的一个对话 我想这今天引起很多的这个讨论 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我大概讲一下经过好了 大概礼拜三的时候 中午因为我去找郝明毅先生 联系他晚上到议场 跟学生谈话的过程 那中午的时候大概 之前认识在反媒体垄断运动 认识的一位朋友 叫李学丽小姐 她打电话给我说 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叫萧续成 然后她想要知道 学生真正的想法 跟他们主要的诉求 那我一开始是跟 李学丽说 学生的诉求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 非常的清楚 那我不知道说她还有什么要了解的 她说因为 他们感觉到讯息很乱 不是很清楚说 我们真正的诉求 到底是什么 然后她希望我说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让她的朋友跟进一步的了解 那因为去主要是希望协助 讲一下 萧续成是现任的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那因为主要去的目的是 让他们清楚知道一些状况 所以萧续成是被授权来的 我不知道这个你要问萧续先生 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很清楚的跟她讲说 我就是基于李学丽小姐 希望我跟你讲 真实的状况是什么 然后我就一个人的身份 不是代表学生来这边谈条件 或者是什么 那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约在一家咖啡厅 在建国北路那个地方 就碰了面 那在会谈的过程当中 我大概跟萧续先生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说 从媒体上面的报道 跟一些记者 跟我私下透露的消息 就是 马政府他一直希望把这个运动 操作成是蓝绿的对抗 那我很清楚的跟他们讲说 你们如果真的还是这样想的话 你们真的是搞错了问题 这件事情跟民进党一点关系也没有 从发起的学生 或者是参与的公民团体 学者他们的背景 你事实上根本 你如果想要刻意的 把它操作成蓝绿对抗的话 事实上你没有掌握到 整个问题的核心 那第二个部分呢是 就针对在这次的运动当中 一个非常核心的诉求 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 必须要先完成立法 完成立法了以后 在法治的基础上 就服务贸易 以及接下来可能涉及到的货品贸易 才有一个清楚的轨道 那我自己感觉到的氛围啊 是说把政府它在操作的时候 是步步进逼 然后要让学生感觉到很疲惫 在很疲惫的状况之下 可能自己选择放弃了 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情况是说 当学生们跟公民团体所提出来的这个诉求 在台湾社会得到这么高支持的情况之下 对于这样的诉求 我们一定要争取到 那争取到的这件事情 大概是没有什么任何妥协的空间 那因此 希望马政府 他们不要错估的情势 就是他们不要错估的情势 跟我们这边的朋友 对这个诉求坚持到底的决心 那他都只有听你讲吗 他有表达了一些什么话要带给这个学生团体吗 没有 他大概 他从前会都给他听而已 重点就是他有没有说 我带了马总统的意见来 没有 没有 那他的意见 有提出什么意见吗 他大概听我讲的过程当中 他就点头说他了解 他清楚 那你们两个人见面怎么会泄露出去 我在想这个部分可能要问萧续成吧 因为你没有讲 没有 对不对 萧续成大家也不认识 中间只有透过李雪莉 对 就你们三个人知道 就我目前那个时候的了解 是这样没有错 因为你现在如果退 人家会说一定是你接受了什么条件 然后你会被万箭穿心 我在想 我在整个运动当中 不管是公开的发言 还是跟学生内部 彼此之间 所建立的关系 对于我个人而言 是 我一直跟 身边参与运动的朋友讲 说 今天要进 还是要退 以我个人的角度 我会完全尊重学生的意见 如果今天学生 他要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我就陪他们到最后一秒钟 但是我不希望说 大家把压力都加在 这些同学身上 因为他们承受的压力 已经够大了 对于我而言 我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是 让参与运动的这些学生 能够带有意义感的平安回家 你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大概比较多的是 就跟学生之间的互动来讲 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 他们会问我的意见 那我给完了意见以后 就决策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讨论 我就不参与 那按照朱立仁的说法 这场运动已经有了意义了 所谓有了意义 可能我们分几个层次来讲 第一个层次是说 就张庆宗他所主持的那个会议 是无效的 三月 这件事情朝野都同意了 这个都同意了 国民党也同意了 这个事情已经取得了意义 第二件事情是说 到今天为止所看到的 他们似乎国民党想要试探说 那我们退回委员会 逐条逐项的审查 就回到原点当中 但是我还是要再强调的是说 我们提出来的诉求很纯粹 所谓很纯粹就是 必须要先完成立法 才能进行审议 而这个纯粹也很重要 为什么我说很重要 是如果在今天的这个时间点 在这件事情上面 没有坚持的话 那未来怎么办 未来怎么办 未来还要再进战立法院 还要再打 这个还是 因为未来的两岸 只会签更多的协议 这样的情况之下 没有监督的这个机制 我们根本不知道 会把台湾卖到什么程度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还是一个根本 对不对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就不断的去问立法院 你们到底目前是按照什么法 所规定的什么程序 在审福茂 对于这样子一个直接的问题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的答案 那如果各位观察 从去年夏天到今天 有关于福茂的审查 从现实包裹的表决 逐条逐项的审议 只审不删读 到张庆忠的三个月不审查 四为完成审查 各位会发现说 那为什么一个协议 这么重要的协议 我们在讨论审议方式的时候 它会不断的变动 最实际的状况就是说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 法制化的规范基础 而且我们讨论很久 在讨论它是不是行政命令 对不对 之前认为是一个行政命令 就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今天还把问题 讨论停留在这个层次的话 我会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行政命令 那你觉得到目前 马总统他有要退让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他有要退让的意思 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讲 是说 为什么3月30号 我们会号召更多的人出来 是因为 就我个人的部分 是我不太确定说 马总统先生 他的认知系统 是不是跟我们一般人 有很显著的差距 但是 什么意思 认知系统 对 就是容我解释一下 前两天 当我听到 他以中国国民党 党主席的身份说 有关于服贸的審议 是中华民国立法院史上 最严格的审查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目前看来是 所以我才会说 我怀疑说他的认知体系 是不是跟我们一般人 出现了严重的落差 还是说 这个落差不存在的 他心里很知道 这件事情是错的 但是他还是要硬拗 而且他还说 你们践踏法治 伤害民主 我必须要讲 这件事情 我从3月18号 我们进去立法院以后 我就一再的再强调 今天如果要谈 践踏法治 伤害民主 最严重的首恶 一定是马英九总统自己 为了服贸协议的事情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仔细的回想 去年9月的时候 发动了9月政争 一个总统 透过党记 把他的手伸到国会里面去 要撤换国会的议长 同时他纵容 他的检察总长 滥权监听 违法泄漏监听的资料 给他 发动了整个9月政争 如果大家在想 去年9月的时候 整个国家 被马英九 将一化 这两个人搞得 可以说是乌烟瘴气的 最新的司法判决出来了 王金平他 有关于确认党籍 存在的诉讼 目前第一审 取得申诉判决 那黄世民检察总长 他在第一审 是被判有罪 也辞掉了检察总长的位置 一年两个月 但是我们要追问的问题是说 就去年毁线乱政 发动9月政争的 马英九以及将一化 他们承担了什么责任 没有 他们有没有跟国人道歉 没有 在没有的情况之下 在2月的时候 对不起 在3月的时候 张庆中他用30秒 审查完服贸协议 各位如果回溯 那个时候的新闻报道 我们的马英九总统 跟将一化院长 表示欣慰 表示欣慰以及肯定 表示欣慰 没有秦政院发言讲了 张委员 没有总统也出来讲 辛苦了 总统表示欣慰 那从这个过程来讲 你如果说今天要 真的要冠上一个 践踏法治 伤害民主的大帽子 我觉得这个大帽子 可能要留给马英九总统他自己 就是要执行周冠放火吗 不许百姓点灯吗 可是我刚刚讲了说 马英九在整个学运过程里面 他步步进逼 因为这中间有很多 大家很担心的事情 还好学生都有守住 因为惯用的这种 所谓的先分化你们 然后造成你们自己内部的矛盾 然后说要谈不谈 所以有人会觉得 学生也会累啊 如果可以谈可以落幕 大家就集中考也要来了 对不对 所以也想赶快回去学校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也会造成你们的一间的分析 你们感受到什么部分 是马英九总统的步步进逼 对啊 简单说 总统到现在要再去换 要再去独裁 等一下我们再回来 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这段时间